1897年 汤普逊通过阴极射线的实验证明 被视为万物基本单位的原子 居然还可以继续切分 1900年 普朗克发现 能量的传输并不是连续的 而是存在着一个不可切分的最小单位 量子 1915年 爱因斯坦提出 引力的本质是时空的弯曲 1927年 海森堡发现 人类居然无法同时测量一个粒子的位置 和速度 在20世纪初期 人类对宇宙的认知一再被颠覆 无论是在微观的粒子层面 还是在宏观的时空层面 都出现了大量违背直觉 甚至让人难以接受的神秘现象 人类的科学发展 也因此在20世纪迎来了一场爆发 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从一到无穷大》 就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 向读者展示了20世纪多个学科领域的重大进展 本书作者乔治·加莫夫 既是热宇宙大爆炸模型的提出者 也是最早提出生物学上遗传密码模型的人 接下来我们就跟隋加莫夫一起 从微观和宏观这两个角度 来看看宇宙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20世纪以前 人们认为原子就是微观世界的尺度极限 原子的直径一般在10的-10次方米左右 大概90万个原子叠在一起 才相当于一根头发丝那么粗 化学家道尔顿提出 所有的化学人数都有同样的原子构成 原子的样子就像一个无比坚硬的石星球 不可再分割 1897年 物理学家汤普逊利用阴极射线 对原子进行研究后发现 原子内部还有一种更加微小的 带负电的粒子 电子 电子的质量只有氢原子质量的1840分之一 汤普逊经过研究后提出 原子并不是石星球 而是一个葡萄干蛋糕 带负电的电子就像葡萄干一样 均匀对称地散布在带正电的原子球中 但在1909年 汤普逊的学生卢瑟福 在用α粒子轰之金背后提出 原子内大部分地方都是空的 但正中央却有一颗原子核 就像太阳 电子则围绕着原子核旋转 就像行星 原子核与电子之间的吸引力 就像是太阳和行星间的引力 更巧合的是 原子核占整个原子质量的99.97% 太阳则占整个太阳系质量的99.87% 二者呈现出了令人惊奇的相似性 卢瑟福因此提出 原子的结构就像是一个微缩的行星系统 然而这个看似美好的行星模型 却注定只是一场幻梦 微观世界很快展现出了 自己幽灵般的鬼魅一面 海森堡发现 对于电子这样的微观粒子而言 任何观察行为都会对它们造成干扰 支配着经典世界的各种规律 在如此微小的领域里全都失效了 人类不可能同时精确地掌握 电子的位置和速度 因为在观测之前 粒子的位置和速度根本不存在 如此一来 经典物理学的决定论和实在论 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更多的研究发现 电子时而呈现出粒子的性质 时而呈现出波的性质 这么一来 微观粒子的样子就更模糊了 人们实在难以想象 一个既是粒子又是波的东西 到底应该是什么样 又该如何存在 可以说 人类对微观世界的研究越来越深入 但微观层面的宇宙面貌 却显得越来越模糊不清 既然如此 我们不妨换个角度 从最宏观的角度来认识宇宙 宇宙中最宏大的事物 既不是星系 也不是任何宇宙中的物质 而是空间 在20世纪以前 人们对空间的认知 一直以牛顿的观点为代表 认为空间 是与任何外界事物无关的 它从不运动 并且永远不变 但爱因斯坦却在相对论中预言 空间并非永远不变 而是具有某种结构 或形态上的内容 并且会发生弯曲 但自己就身处 三维空间中的人类 要如何验证这一预言呢 1919年 一支英国的天文队伍 趁着日全时之际 对经过太阳附近的光线 进行了测量 结果发现 光线在经过太阳附近时 出现了偏转 而且这个偏转角度 在误差允许范围内 恰好与广义相对论的预言一致 这就意味着 空间的确会在物质的影响下 发生弯曲 而且物质的质量越大 空间也就弯曲得越厉害 空间的弯曲 不但会影响光线的传播 还会影响物质 在空间中的运动 爱因斯坦由此提出 支配天体运动的引力 其本质 就是空间的弯曲所导致的 这同时意味着 支配着物理学 数百年的牛顿万有引力理论 轰然倒塌 随后 人类开始了 对宇宙空间的不断探索 1929年 爱德温哈勃总结提出 人类朝任何一个方向观察 都会发现 远处的星系 正在以极快的速度 远离我们而去 而近处的星系 宇宙空间正处于膨胀之中 本书作者乔治·加莫夫 在1948年提出 宇宙诞生于一场大爆炸 所有的元素都诞生于此 宇宙空间的膨胀 也正是源于这次大爆炸 但至今为止 人类对空间的认识 还很有限 甚至还没能摸清 宇宙空间的基本性质 比如20世纪后期 诞生的显理论就提出 我们所处的宇宙空间 可能并不是三维的 而是十维的 其中有三个维度是打开的 其余的七个维度 极小的普朗克尺度 难以察觉 但这些理论 至今仍然未能得到确证 应当说 无论是在微观还是宏观层面 宇宙的样子 至今对于人类来说 都还是同样的模糊不清 但那又如何呢 怕什么真理无穷 近一寸有近一寸的欢喜 如果你也和加莫夫一样 对科学和知识本身倒有兴趣 就请打开这一本 《从一到无穷大》 和他一起去探索 宇宙的无穷真理吧 总比别人先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